跟我們去安平國際黨集會為了推動評侄教育 觀賞20萬跟任何刷定公佈評侄教育教材 讓地門高校、離開高校、大教高校和大工高校 今天高興觀賞電影 市長安平體親自告知建政並且困難 非常感謝安平國際統計會 能夠捐贈20萬元的這個品德教育教材費用 那我們一定要好好利用這筆經費來幫忙學校 來教育我們的小朋友 現場透過新的教材電視 了解他們的確是新的 當時就讓評侄教育參觀多年 讓大家都可以提供評侄教育 今年又有增加營業版本的教材 讓評侄教育課廳競得完 非常感謝同計會這幾年給大小國小提供 動畫的教材小乾坤又有製造這兩道教材 那去年又開發了雙語版的 我想對目前在學校裡面 品德教育課程泡沫化這樣的危機 也提供很大的助力 我們將品德教育融入雙語 那我們就是跟英語老師去做共備 那英語老師利用彈性課的英語課 各個班級他們去做雙語融入品德教育 學校的學生對於品德教育的部分 已經落實在生活的實踐當中 那這也是我安平會主要要做品德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安平國際東這會等級在台南青金平德教育 今年進入第三年 其他收費的蘇生 先用告載 用日生活 讓平德教育 維修向下賊金 跟我們生命順懷 查詢報道 可見